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Bilibara Talk 繼續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對彈以利書的得著和體會 來到第3章的時候 故事就講到巴比倫王在這個平原裏起了一個金像 金像高六十爪就闊六爪 究竟六十爪是什麼概念呢? 假如我們相信聖經的量度單位是全部一致的話 這個賬的高度就等於所有聖電的一倍 大約就是六層樓高 當時的六層樓高 你要知道其實就算倒數五六十年前 你家五六層樓高的都已經是一個高樓大廈 你可以想像在平原來講 離遠就望見 而且是一個非常宏偉的建築 究竟他周邊會不會還有點絕的裝飾物 令到他顯得更華麗呢? 我不知道 但是巴比倫王就吩咐所有人聽到奏樂的時候 就要向這個金像下拜 但是有三個賤骨頭 他們就不下拜 這就是彈以利的三個朋友 於是就被城管抓了他去見王 王就兇他們說 你們再不跪拜我就會刺你 又不是立刻刺 但是是兇他 叫他一定要跪拜 不然就刺 他們就說了很大意想言的說話 就說我是不會跪你的 我只是敬拜永生神而已 如果你把我丟到火堯那裡 我的神也會救我的 就算不救我也是不會拜你的 所以巴比倫王就很生氣 於是就把他們丟到火堯 火堯還要加熱 加熱到一個地步 就是連抬他進去的火堯那些人 都燒死了 不知道最後怎樣抬他進去 然後神就令到巴比倫王有金晶火眼 就看到戀解裡面明明是三個人 為什麼會有四個人呢? 於是他就很害怕 居然那三個人和另一個天使 就沒有燒死 於是就叫他們回來了 然後就在他們面前 哇你太厲害了 你催你不著 於是就把他們去高升 就叫全國人去敬拜這三個人的神 我自己看這段經營的時候 都會好像不少人一樣 以他們堅持在王面前 你要看到建築一個金像 本身已經非常宏偉 很偉大 你還要在巴比倫王面前 你都夠膽去頂他頂他 而且給你多次機會 你都不去跪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有這麼堅挺的 抉擇和信心呢? 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就是他對永生堯華的執著和堅持 他對他自己的身份 猶太人的堅持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相信 但是我相信也不少人是做不到的 另外一件事我會覺得是群眾的壓力 如果全世界都跪的時候 為什麼你還可以站在那裡? 為什麼你可以去堅持到底? 這個是有很多時候 譬如我們生活的時候 我們都是跟別人做事的 跟別人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不要出聲 不要那麼標期立意 公司裏面不是一樣東西 都你會完全認同 但是就算你不認同 你反對也好 你可能只不過是陽奉陰違 隨便呼呼顯顯了事 但是你好少來拍檯說 我不做了 或者我不贊同各方面 外國人通常會好一點 中國人多數都是客客氣氣 難道要死不讓你死嗎? 在隔會有時候更加是 你各人都是這樣來想 斷契就是這樣溫的 報道會就是這樣 崇拜就是永遠都是唱詩線的 那你去標期立意 究竟是你對還是錯 還是純粹是個人選擇呢? 很多時候你一定要很清楚 你自己是絕對對 而很清楚對方是絕對錯 你才能夠站出來 我們有沒有一個對真理 對什麼為之對錯 有一個絕對的認識 和堅持呢? 我覺得這個是困難的 然後我會看到就是 其實由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轉變和不同 第一章似乎是有一個妥協的 他只不過是對著一個太監長 但居然他和他有商有糧 試了十天 去到第三章的時候 他對著那個是巴比倫王 但居然可以做到禁眼的事 於是我就要問 究竟有什麼的真理 是真的要來協商的 是可以和身邊的人 去談一個情況出來的 一個途徑出來的 有什麼東西 是真的值得我們 去堅持到底而寸步不讓的 因為其實都很嚴重的 如果有一件事 是我寸步不讓 但我最後發覺 原來是很愚蠢的 例如我寸步不讓 堅持我一定要用那本 藍色的宇神魔口 來傳方的 原來不一定 那我就很愚蠢 又或者如果我堅持 一定要用生命聖詩來崇拜 原來又不一定 我又很愚蠢 當社會是一個信仰群體 完全主導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有這種掙扎 但當社會是一個非信仰群體 外邦去主導 所有生活行為都和聖經有出入 未必完全相對 但有出入的時候 於是我們會 基本上每做一件事 或是媒體觀察 各方面的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一件事 或是整個社會的風氣 政府怎麼做 我們其實 都需要來問 究竟這一刻我怎麼來抉擇 究竟如果 我們堅持 神是永恆的主宰 我們的信奉是祂 的時候 究竟我們現在這一刻 是可以有商有糧 還是寸步不讓呢 有趣的一點就是 我假設在巴比倫省裡面 有不少的猶太人 好像彈以來和彈以來這三個朋友一樣 可能是被佬了 他們都要跪拜金獎 有些可能只是做奴隸秀 有些可能都好像一樣 是做官員 那些人都去哪裡 有些人是不是已經死了 因為他們不願意跪拜金獎 或者是有一些他們其實是 根本上已經同化了 根本上已經屈服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呢 這段經文更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段經文是沒有彈以來出場的 有不少的聖經書就說 可能他走了 剛巧有公事 但是如果你看第二章的時候 很明顯 他高升了彈以來的三個朋友 就在巴比倫省裡面做事 而彈以來自己 就經常陪著王 在這個宮廷裡面 假設如果是這樣 這個是事實的時候 當巴比倫王要叫這三個人來到面前的時候 彈以來理論上應該在隔離 但居然這段經文是silence 於是我們就要問 又或者就算彈以來走了 這個像立了這麼多時日 他不會只是立一天 然後蓋了他 你現在不是玩書展 彈以來去了哪裡 彈以來聽到各聲的時候 他跪或是不跪 於是我們就引申到一件事 在聖經裡面 究竟有沒有經文說過 是不准跪拜的呢 那看看跪拜是甚麼 第一 如果你說十屆裡面 你是第二屆 不可為自己偶像 彷彿上天下地所有的形象 不要說昆蟲各方面的形象 各方面 但是有人說過 這段經文其實是指著耶和華自己的形象 不是指著其他東西的形象 另外 你看回聖經裡面 譬如蘇羅王 大衛王 各方面 每一個王 其實你是可以跪拜他的 或者聖經沒有禁止我們跪拜一個君王 那究竟耶和華撒王立這個金像的時候 他究竟是代表他自己是神 還是純粹是代表一種尊敬的敬意呢 這段經文也似乎無甚麼可以說 但是明顯這方的三個朋友的 interpretation 就覺得我跪拜了你就得了兩人神 我只是跪拜二位華神 但是在猶太的傳統裡 其實跪拜軍王或者最尊敬的人是沒有問題的 於是我們就要問,究竟彈以來這一刻是不是在這件事上熬了底呢? 還是我們可以更豐富地說 其實有不少的事情在當時是可圈可點的 有些人選擇堅持,有些人因為這樣而犧牲了 有些人因為這樣,他仍然倖存著 也有些人可能比較能屈能伸 於是他就覺得,我這件事可以妥協 但是不代表你在另一些事情裡 或者不代表你在全部事情裡都妥協 我們看到彈以來之後 他在第六章的時候的祈禱 他那時候就願意選擇堅持和不妥協 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爭拗 特別譬如現在中國,香港 有很多政治上的爭拗 教會應不應該在什麼事情裡發生 應不應該去參與國慶 去政治的犯局 應該站邊一邊 有些人就覺得在信仰立場 你不應該幫一個這樣的政權 有些人就覺得 其實這樣做 除了對教會有益處之外 其實在他身邊做朋友 發聲就比做敵人發聲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你在哪個階段的時候 你先去做哪個階段的事情 人人的體會都可能不同 有些人可能在那一刻 就做了彈以來的三個朋友 堅決說不 也有些人可能在那一刻 選擇默筆作聲 好像彈以來一樣 各人可能需要按著自己 對神話語的理解 當時的猶太人 很明顯有不同的選擇和抉擇 但是在神眼中 可能都覺得 這班是神的子民 面對這些衝擊和壓力 我相信其中幾件事 可以做一個指引的 第一件事 我們有沒有按著正義 來揭力地分解真理的道 明白我們這一刻 究竟有些什麼需要來做抉擇 有些小的事情 我們有沒有一些地方 可以有商有糧 以至到我們能夠不會離地 但同一時間實踐到神 和表現到我們基督徒的身份 但是對於一些 好是是非非 對對錯錯的事情 有些時候 有些人 他可能出於害怕 或者可能出於 適時務 或者什麼 他選擇 來有一個必要的沉默 有些人 他願意在那一刻 去堅持 求主幫助我們 無論我們是選擇沉默 或者堅持 我們都是按著真理而行 同一時間 我們不是去認同一個邪惡的勢力 和他一起去站在一起 又或者是面對邪惡的勢力的時候 反而還要慶高采烈的 去歌頌這個勢力 或者是為這個勢力去求神 幫助他 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